而这次揭发了这起戴奥新毒鸭事件的幕后推手 是来自台南社区大学的大自然与社区环境团队 他们自诩于大自然的柯南 三年前就开始走访遭到堆积卢渣的社区 结果发现在高雄县就有七处 不仅在那边养鸭子还种凤梨 而这些含有致癌物质的食品 可能早就都流入了世面 灰灰的照例 这个一定有重新署还有戴奥新 运用都超过毒藏管的标准 指着已经变色的土壤受到炉渣污染 照片中这一大片的土地全被倾倒 政府说可以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炉渣 台南社区大学这群自诩为大自然柯南的团队 由造集人黄幻章领军四处勘查采样 成为揪出毒鸭事件的幕后推手 大概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检举的 然后七月份土物基金有跟我们一起过去会刊 然后真正的检测数据 就是到昨天才出来这样 三年前就开始调查废弃炉渣 去年又发现高雄县有七处浮原广阔的空地 被炉渣堆满 一旁就有养鸭场凤梨园全都受戴奥新污染 但六月检举 寒保署却以88丰灾为由 延迟三个月才抽样检测 被发现的九千多只鸭子被全面扑杀 但三年前就有养鸭场 而这些难以估计的鸭子可能早已流入市面被消费者吃虾毒 开始 就...